好,大家好,今次是一條宣傳片,小弟楊宇將會在10月份在大師極力支持之下開展一個收貨頻道 裡面的內容除了本身每個星期都一次,星期日的亞洲新聞評論新聞時事之外 另外在這個頻道裡面,每個星期至少都有三條短片 可能拍一些德國的生活、旅遊資訊之類的東西 另外就是一些我本身長期繼續做的研究或寫作項目 可以透露的有關東南亞的書、一些解釋和和東南亞相關的分析在裡面 第二部份就是關於三國故事的連載 三國都是一個評論歷史的方法去寫 我之前也在亞洲電視做過一堆節目 主要是一種說理的方法去說 聽起來比較吃力,因為有很多概念要消化分析 有充足的時間,即是無限長的時間 我就會做得比較仔細 亦都是比較令大家容易去聽 因為當時去評論節目和在自己的頻道 講那個節奏的把握是不同的 我主要講的部分就是東漢的歷史 因為你要講一個三國時代的由來 一定要講它設一個朝代是怎樣滅亡 而這個分裂的時代究竟在歷史的場合裡有什麼價值 因為漢朝是中國第一個有這麼長的歷史 的第一統一朝代,即是長達四百年 而第一次面對的分裂就是這個三國時代 這個在歷史的發展上是意義重大 我舉一些簡單的例子就是 那個中國的帝國就由那個科舉制度 當時沒有的那個刷舉制度 即是我們準確的選官制度 由刷舉制去到一個科舉制的一個過渡時期 以及開始中國人擴張到這個中原福地的一個地理極限 向北就去到這個蒙古高原的邊緣 向西就去到戈壁灘 向南就去到這個東南亞的叢林 向東就去到大海,東邊的大海就不用理會了 問題就是來自於這三方面的一個對外關係 就開始建立了出來 而入面一些互動的模式 即是漢朝互動的模式 影響了後來三國時代 這些閒話休題 因為主要是介紹一下 我這個收費頻道有些什麼內容 另外還有一些小弟 在各地傳媒的寫作 基本上都是收費的 即是你不收費就看不到 而有部份我會放在這個 楊宇收費頻道裡 大家就不需要去訂閱那個媒體 去看雙方的內容 在這裏就基本上可以見到 我都明白這些內容 提供其實是一種的興趣班 或者是興趣的形式 去提供的 跟本台其他的收費頻道 包括這個股票 初歌的頻道那些不同 我可以完全擔保 裡面是沒有任何的 樓利色彩 所以也不會令你發達 也不會有任何的 推介股票之類 投資移民 完全沒有 純屬一個興趣小組 以大師的說法 這個是屬於叫做 助養小弟讀書的項目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另外 本身小弟本書 在下個月 就是三聯出版的 原本在談 是否可以送給大家 看看出版社的進度如何 如果情況允許 頭大約十位的朋友 我將這本 《東亞變局》 《大轉型於香港出路》 這個書 送給頭十位訂閱的朋友 這個只是先說 因為那些書 還未完全搞定 等它上架 我和它溝通 做到的時候 再通知大家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這個失費頻道 去看這些 純粹為興趣一下 基本上不能扭利的 一些知識 這些知識的意義 就是在於你的知性修為 對於賺錢 是完全毫無幫助 有部份的人 可能做大老闆 你需要做一些 地緣政治風險的決策 才有多少幫助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這條片 也是小弟近期在香港 拍的最後一條片 明天 小弟就飛向德國 各位觀眾朋友 有興趣在德國 野生捕獲小弟 也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 留下你的聯絡方法 我會盡量溝通 聯絡 今天到此為止 我會不會 你會不會 有興趣的 我會不會